Hello 今天就想分享一下到底 我是用什么camera拍 我有什么equipment 然后这一些所谓的equipment 是不是真的需要 当你才刚刚开始拍你的YouTube 或者是拍你的Facebook 或者是Instagram 真的需要这么多的equipment吗 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equipment OK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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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个小小个贝 基本上这样子就是我去剪照拍YouTube全部拍Facebook都用了 还有这个灯 还有现在用着的这个镜头 还有它的转口 好 现在我就要装一下那个镜头拍我自己再解释一下 其实如果你是想拍这种YouTube真的不需要用到这样拍的 因为有时候要出去外面拍这种的机是很重 还有是我的Lens 这个Lens很重 所以哦 我不是出去都是用什么拍的一样 就是这样 GoPro 很多时候我都用GoPro了 2粒 Battery 就过我一天了 然后我是怎样Charge呢 当然就是带着这一个USB台就是 Towerbank Charge 就一整天了 我连弄买都没有什么用 我还有其他的吗 Towerbank在拍 Drone很少 你在新加坡要飞一个Drone你都需要有license 你都要去Apply 所以我都很少用Drone 或者是Mavic Air 最近出新的Mavic Air 2了 嗯 这家坏的才卖过来 Osmo 这个是第三部代 我一直很少用 嗯 我觉得是快ok的 这个带出门 如果你是用 我是很习惯用电话拍Vlog的 没有的话大致上我都是用这个拍 当然我还是会用我的电话拍 就电话拍 电话拍 和电话拍 最有三个电话拍 还有什么S3我都会带出去的呢 最方便的 这个夹着 MAC的 什么没有灯 小个灯也带出门 这个是 两个Battery AE的 真的也没有了 至于讲话有时用这个咯 你Record电话 的时候 的MIC是用这个讲话 不然就 这一个 Apple的AirPod 用这个来讲话 收声 Memory卡 我都是买 Sandisk的 从 20 10年到现在 我都是用Sandisk的 我觉得它的Retirability 比较好一点 即使小张 GoPro的 我也是用Sandisk的 我还要介绍这个 这是手卡的 SD卡 这个是在Daiso买的 去Daiso早就有了 很便宜 你们都知道Daiso是多少钱的啦 对吧 这个是不是要带 这个 如果你是用GoPro的话 这个基本上我都不带 如果是用去 拍Vlog 用Cambera的Mirrorist 这个我就有点带 收声 收声音的 然后有那种 好像鱼 什么 你们要去收声 这个意思就是好像你要去 收那些 城市的声音啊 那些鱼的声音啊 什么风吹草动的声音啊 用这一个慢慢去收声 然后回来再Process 还有什么意介绍的 Charger 现在我是很少用 Original这种 Cambera的Charger 我都是去找这种 Departy的 基本上我会找 都会有这种 两个Done 就是一个是Type C 一个是Normal USB 然后两个Charger 其实我很想找 这个 这种 这种的是比较 OK 为什么呢 它直接给你这个一个Cable 然后你坏的时候 当你这个Cable真的坏了 但是你还有两个地方 可以Plug in 普通的 Type A的 Type C的 再加上呢 给你一个Done这边 这个是什么呢 我来放你的LPE6 就是LPE6的 就是LPE6的 这个 哪个这边的Output 是 这个变成Power Bank 还有这个 是可以怎样 这个直接放 这个Power Bank Charger 就是这个Cable 它是在Charger的 方便 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 就这样子 没有有时我满足的话呢 我就带这个Cable 出来了 这个所谓 什么啊 他们这样撒光相机 但是一点都不撒 这是Sony的 就一小小刻 这样子拍 为什么会带这个呢 这个 因为它的光圈是F1.8 这是旧型的 这个Sony 我觉得 它的对角就是要慢一点 它不是现代表 这个旧款 但是 我就是需要这样子 对角一点点 然后Click一下 然后就去拍 基本上你的手 然后你Click 对不对 Shutter的时候 对角 然后你这样上手 那个Distance 不会跑到很多 所以它就OK了 再加上又起了 拍照又好 1.8 F1.8 GoPro Lens 我很少 出门 我带Lens 我基本上如果travel 我就带这个Sigma 其实是很重的 这个Sigma Sigma 24 35 F2.0 F2.0 这家 算是1.8 天下 讲真的 我们去travel 但是 它是快装 我觉得 我考虑要买 这个 EOS 这个 RF Lens 的35 1.8 我觉得那一粒 如果去旅行 一粒也是OK 因为它F2.8 再加上 它是有 Macro的 这个是Macro Lens 这个是唯一 现在 R-Act Lens 还没有出的 这个 Macro Lens 所以我觉得这个Macro 其实是 可以拍很多东西 下次我再做一个 R-View 做这个 至于 普通 出门 去拍人像 我就带这一粒出门 这一粒是Sigma 50 F1.4 我觉得这一个 命 它添加 其实是蠻好 反正你只是去 拍兴趣的影 你不是去JJOP 对不对 如果你去JJOP 那当然是不行 70200 其实70200 很少用 都放在家 基本上这一些 都是 从2010年 慢慢累积累积累积 累积到现在 有这样的财产 还有 这个 Apple的 Laptop 其实这家是2010年的 我觉得它用到现在 足够可以 给我 1080P Apple去YouTube Apple去Facebook 已经够了 好嘞 基本上我想要讲的 都完了 这不是需要炫耀 这是要告诉大家 说如果你们有兴趣 想要到YouTube 想要放Facebook 的视频 基本上你们是不需要 累计这样多的东西的 就是 蛮贵的一个 Gear 但是 如果你们是有兴趣 你们想要问我多一点的东西 我会回答你们 入去我的Facebook Page 然后Message我 可以吗 你们问我很多东西 我都会回答 OK 今天就只是介绍我2020年所有 有问题 接下来我想要用什么呢 我想要用iPad 这个很想要的 这个就这个 反正汉器 现在不是说什么 所以 哈喽 哇 这就是我小小的Bad 哎呦 两张 70两百 1635 100Mac 50 2435 Sigma Sigma Body 我都会放这边 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要去拍media的时候 它的converter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然后 就要充分利用这里的空间 所以 就是需要 有这个 cushion 在这边 在这边 第一个什么 重要的 就是 charger 要带出门 Battery 我可以放在这里 四个 这样子放 另外一个 charger go 这是 RP 的charger 一样 放着这样 你看刚刚好 找一个空间 到处都是一张房 go pro go battery 哦 都是放下去 放在里面 然后 也是 利用这边的空间 就是你要这样子 放你的 go pro go pro 再这边 大家有什么 Mite 一定要的嘛 对不对 Mite 然后 Battery Flash 的这个 trigger 然后总数我都是带一个 带一个flash的 也是一样 都是会塞在这边上面 基本上要带的应该都带的 还有什么呢 ron很少很少会带 因为塞不进嘛 所以很少会带 除了 真的是去旅游啊 看一看啊 很多东西 等下 OK 这个 你看 刚刚好 有什么会带出去吗 应该基本上没有了 backup机 其实这个很少 都是很少带 那如果要带的话 都是OK 可以放着这样的 那要带什么 电话 电话 好 这个就是 电话 刚好够放 我刚刚 好 能不能说 你看我一只手关他都能 证明说他里面的东西是可以 要是淘宝买的 提议你这个 这里放什么 这里就是放所谓的 这个 放这个吗 这样子 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的 拆放呢 这个 这个也是放 穿过这边 这里这里呢 所以基本上很少放东西的 这些东西都 看状况 有时带有时没有带 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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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在这边前面的 空袋里 这样子 基本上放就放了 放得进 然后这里放你的name tag 这里放name tag 你 看啊 小铃铛 有时带出门 有时没带出门 这个也是也带出门 带不出门 这个也是 今天就讲一点点关于我带这些东西出门的咯 也没有什么特别啦 就是纯粹想要分享而已 OK 下次再分享其他东西OK 拜拜